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尼的儿子乌西 阿尼是哈萨比亚的儿子 哈萨比亚是玛塔尼的儿子 玛塔尼是米迦的儿子 王为歌唱的出命令 每日攻击他们必有一定之粮 犹大儿子谢拉的子孙 米士萨别的儿子皮塔西亚不助王 办理犹大名的事 至于村庄和属村庄的田地 有犹大人住在基列亚巴和属基列亚巴的乡村 迪本和属迪本的乡村 叶甲靴和属叶甲靴的村庄 耶稣亚 摩拉大 伯帕利 阿萨 舒亚 叶士巴和属叶士巴的乡村 喜格拉 米格拉和属米格拉的乡村 英宁门 索拉 叶末 萨莎 萨罗亚 亚杜兰和属这两处的村庄 拉吉和属拉吉的田地 亚西加和属亚西加的乡村 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叶士巴直到新嫩谷 叶亚敏人从加巴起 住在密墨 密墨 雅亚 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乡村 亚拿突 罗伯 亚南亚 夏索 拉玛 吉他因 阿迭 喜边 尼巴拉 罗德 阿诺 匠人之谷 立位人中有几班 全住在犹大地的 归于叶亚敏 那么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其实看到它并不是很长 而且它是好像相对来讲 有点比较像事务性的这种感觉 因为它这边第25节到 对不起 第22节到第24节这边 它稍微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立位人的长官 以及波斯王的政策 在波斯王这边我们看到在第23节这边 它讲说它为歌唱的出命令 每日攻击他们必有一定质量 但是它这边一定的质量 照它的语言文 它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解释是说它每天它们所要做的事情 每天他们的工作量 不一定是指的是食物 那么它同时也设立这个比达西亚 就好像它的这个大使一样 那么它在这个地方 它可能在这个地方 或者是在这个地方跟波斯国两地来回 这样子在处理 这些有关于这些犹大人的这些事物 那它做的跟这个以斯拉的这个职务是相当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第25节到这个最后 那么它这边基本上就记载了 就是说定居在犹大 以及汴雅敏村庄的人 还有这个立位人他们所住的地方 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其实它这边所记载的地方 大部分就是在这个之前在约书亚记当中 约书亚的第15章这边 它讲到的跟这个这个犹大 分配给犹大人他们所住的这个地方 那么在以斯 在这个尼西米这个时候 基本上他所负责管理的大概就是这个犹大神的这个范围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边他记载的是这些 那么这些人他们基本上也是回归到 神之前为他们所分配的这些土地 那么基本上他们都是属于波斯的国民 在这个时候 然后他们就是回到这个地方 那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其实我就想到说这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在这里 距离他们被录已经超过一百年了 那么在这个超过一百年的时间 他们居然要回到他们这个祖先所住的这个地方 这个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好像其实就像是一个 基本上就像是一个移民一样 虽然他们可能是移回自己祖先住的地方 但是对他们来讲很多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其实在近代这个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就是在上个世纪这个1948年的时候 以色列复国 以色列这个国家在经过 在灭亡2000多年之后 他在1948年复国 那么在当时也有很多海外的这个以色列人 回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去 那我就想到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这个尼西米记里面所看到的 我们一刚开始看到就是说 尼西米他对于这个耶路撒冷的现况 他感到非常的忧心 因为他觉得说这是神应许他们的地方 然后但是这个败坏了 然后呢 所以他就他就发热心 他就祷告 并且他跟这个波斯王来祈求说 他能够回去来重新建造这个城墙 建造这个以色列城 然后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呢 有许多的百姓呢 也愿意跟他一起回去 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就在背后就真的是看到说 神在这个在这些事情上面动工 所以其实我想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其实也是一样 那么我们在教会当中 其实神的心意就是让基督徒在教会当中 有不同的职份 因为我们大家在教会当中都是互为肢体 那么既然是互为肢体 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器官 每一个肢体 每一个部分 都有它一定的作用 就连比如说我们 好像以前大家觉得说这个 盲肠没有什么作用 但是近代的医学研究 发现说盲肠其实也是有它的作用 据我所知 好像是在这个免疫 还是类似这样的功能上面 有它一定的作用在 所以就是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身为教会的肢体 都有我们的功用 那么神也给我们每一个人 不同的一些才能 一些我们不同 我们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就处理 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 一定有我们可以 所做到的事情 就像我们在这里 在尼西米记当中所看到的 那么尼西米在 之前我们看到 他在安排的 各样的不同的这些职份 那么就算在这里 我们就看到就是说 这些人他们回到神 应许给他们祖先的这个地方 那他们这个也是 做他们所能够做的事情 所以我想 在这些经文当中 我觉得就是用这些经文 来鼓励 也是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 神都给我们 有一定的职份 因为神 就是借着这个教会 在这个 我们的这些服事当中 在这些服事的这些 经历这些过程当中 我们就是去经历到说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 并且我们跟弟兄姐妹的 这些关系 也是在这些 我们的服事当中 显示出来 就像神在这个 约翰一书当中所说的 就是说当不认识神的人 到我们的当中 看到我们弟兄姐妹 彼此这个和睦 这个爱 就知道说 神在我们的当中 神在我们的当中 那这个不是说 我们在 我们自己 就是说我们 在自己的一些 每天的这些事情当中 所可以经历的 那么就是要在团契 或者是在教会 这样在这个群体当中 才可以显现出来的 所以我想在读到 今天的经文当中 也是就是 鼓励我们大家 一起来参与 教会的服事 那不管你所能够 做的 事大事小 都一定有你所能够做的 我记得以前听过 一个牧师的分享 他说 他非常感动 就是他 在他的会友当中 这个会友他是 有点 就是说肢体不方便 甚至可能是脑性麻痹 这样子 但是他就是看到 这位弟兄 他来到教会的时候 他就是做一件事情 他就是把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个教会的周围当中 常常都有些铅笔 他就是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铅笔消耗 所以人家可以来写 这些祷告的事项 或者是写 这些十一奉献的 这些需要 那么他虽然 他因为可能一些 肢体的 这些不方便 但是他做 他所能够做到的事情 那么更何况 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相信每一个人 神都是有给我们 我们的一些恩赐 那么我们就是要 在教会当中 去发掘我们的恩赐 并且去读事 并且去做我们 所能够做的 好 那么让我们先祷告 天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耶稣我们感谢再美你 所以主啊 就像你自己的话语 所告诉我们的 你所资给我们的 就是有我们每一个人 不同的才能 可能有五千两的 可能有三千两的 那你有一千两的 那五千两的跟三千两的 都去赚了 他们所能够做的那一部分 但是那一千两的 却把他的所有的 埋在地里面 主啊 是的主将来有一天 你真的是要 来 审判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 在我们的基督生命当中 主 我们 在主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 这些恩赐 我们的这些财念当中 主 我们用来做了什么 主啊 你说你 来是要使养得生命 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主啊 我们相信 在这些福祉 在这些教会的福祉当中 你是属于神 你自己 要给我们的 更丰盛的生命 的一部分 主啊 我们求助你的圣灵 就是来感动 帮助带领我们 每一个人 让我们能够 知道说 能够去发现说 我们在教会当中的职分 并且我们能够 在教会当中 参与 服侍弟兄姐妹 也是服侍神 你自己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谢谢主 你自己对我们的带领 谢谢主 你自己的恩典 我们想要感谢赞美 祷告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阿们